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又又又又被网爆了 这次是钓鱼网爆 你们见过吗 见识过钓鱼网爆吗 刚刚亲眼见识了一次完整过程 大概总结一下流程 先说一下前因 号称圈内顶流的肖战联播了三部剧 但步步很不理想 自己不但脱粉严重 又被圈内圈外中潮 微博上脱粉四番广场上百家看笑话 包括内于各家被他家打岔屏拉踩 以及深受其害的网游圈写手 圈漫画圈等 不过他家粉运手段一流 227事件都能被洗成被全网网爆 从而催生一咬三 教师天团等著名事件 八大党媒点名批评 各地新闻联播一再爆出各种事件 但都成了催客1.4亿的助力 至此 自然是抓紧虐粉固粉 而其常用的方法便是四处求私 在此之前先用了挑起别人粉圈争斗的方法 比如养的众多营销号 四处用其他人拉踩王一博 然而双方并无瓜葛 监济自然容易被识破 双方都未上当 与此同时 莫名挑起与光雨夜之恋 以及逆水寒两家游戏 与之粉丝冲突 按照惯例派出 龟龟大军辱骂从玩家 并攻占网游超话级广场 也因此惹怒重网游玩家 网游玩家怒而要求网游官方明确与水产割席 尽管有龟龟大军的投诉压力 网游官方按照网游圈惯例 出声明与水产割席 当然与此同时 水产大军的主力军出征了 四处造谣说龟龟大军是王一博家的 幸而网游圈众人绝大多数都比较清醒 直接指出大众雷点是肖战 与肖战有关才会避雷 随后又因肖战自买人民日报夸肖战演技词条假热搜被识破 并被微博封杀了几个营销号 词条也被炸 瓜田众人纷纷转发嘲笑 并猜测是被人民日报警告 不然在微博上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又加上这两天亚运会火炬传递主题曲 由王一博献唱 由人民日报和新华设议前一后分两天 主持发出宣传MV 200多官方媒体同时转发宣传 两相对比之下 水产更是妒忌与愤恨交加 但大约是因为这几天王一博并未出现 造谣也无音由 虽然有人爆料说他们 打了杭州市12345举报王一博 演唱了亚运会火炬传递主题曲 但他们在官方那里信玉卫灵 不会有任何影响 于是便出现了今天的这一幕 他们最后的杀手锏 便是直接造谣王一博跟王一博粉丝开思 先是这个300万粉丝的博主 在这几天被全网声讨的带货明星的热 搜下装模作样报内于的一个不算太丑的料 当然是与该顶流其他料相比 微不足道 当然不止名道姓 但随便是个人都知道是谁 于是引来吃瓜众人来看热闹 有了流量 此人便开始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个截图 说被王一博粉丝举报 此处逻辑很奇怪 众所周知王一博是长期被水产网报的 王一博粉丝自然恨之入骨 他说的既然是肖战 别人何必举报他 既然要举报 水产又何必在这条微博下控评 难道不是也要举报 当然随后便被人识破 他的截图是自导自演 因为对话框内只有自己的是蓝色的 当然水产想要网报 别人是不讲基本法的 有流量之后 水产大军出动了 直接甩锅造谣 顺便辱骂 在评论区盖起几千上万评论点赞高楼 并水了几十万点赞 随后文讯赶来的王一博粉丝转发辟谣 却很快发现热门被炸掉 正在诧异之时 瓜田有人扒出 此营销号2019年便与肖战是一家亲了 然而 无论是谁 都明白王一博又被无故网报了 随后 王一博粉丝大批量向微博举报该营销号引战 恶意引导纵容水产网报王一博 然而 截止发文时 暂时未见到此账号被封杀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